剛剛有一個問題關於一對情侶 一個是不信耶穌,一個是不信耶穌 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不信耶穌 第二個問題就是,很多時候 當男的做工是on shift 有時他有空時,女兒覺得他沒有找他 於是女兒又有情緒 於是女兒有情緒,男的可能會有壓力 覺得很煩 我聽到這個關係,我已經聽到是有問題的 可不可以醫治呢? 這個關係可不可以改善呢? 我認為唯一是他信了主,但不是他信主 還有另一個問題 信主一個問題 為何我會堅持聖經所說 你沒與不信耶穌,而不相貝,不與同貝 押呢? 因為一個信的就是 他的生命是向著神的 他的道路是跟從神的 而另一個是不跟從神的 那時候未結婚已經有很多問題 到結婚之後是更多問題的 而他也有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普遍男女關係都有這個問題 就是女性通常來說 體重的關係比較多 他很想的關係 給他多一點支持 有安全感 有愛 而男呢,就希望多一點空間 他也想結婚 但他也希望有個太太 但他也希望有個太太 但他也希望有太多要求 總之我在這裡住 譬如結婚之後 已經結婚了 你就不用擔心 不要想太多事情 也不用看男性來說 這些問題不是問題 你不要理他就可以了 這是通常男性的傾向 如果兩個都是信耶穌呢? 有肯輔度呢? 那就容易很多了 為什麼容易呢? 兩個人肯說人數 我就會跟他說 我就會說 在婚姻裡面 我們必定要毀身 如果 通常男性來說 我希望有個太太 有不同的原因 男性希望有個太太 和女性有個丈夫是不同的 女性是希望有個 有安全感 有被愛的感受 男性好像擁有一個太太 擁有 我有個太太 她可以 一個事實 我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就是男性很多時候 的確在結婚和男女關係 很多男性最大興趣的是性 她是想有個性的伴侶 最好這個性的伴侶 不要太多要求 你很柔和 小鳥依人 她就覺得很好 你不要太多聲氣 現在聲氣就會變成 在男性來說 失去了興趣 經常都是 演王國 經常都要求 但女性呢 其實這個特質 就是因為體重關係 於是就很想 男性就會聆聽她 而女性的情緒處理 一定需要 抒發 一定要說 男性是不用說的 男性可以睡覺 看一場戲 打一下球 那就沒事了 她通常來說 是不喜歡去面對 是喜歡去逃避的 如果在輔導的時候 我就會跟她雙方說 女性就希望男性對她好 而女性 很多時候表達的方式 就是 傾向於我用情緒 你又沒有找我了 你又 你放假 你都不找我 你又沒有做什麼 我說話 你又不反應 這樣的時候 那個反應 那個男性 越聽就越不想做 因為她越是要求 越是不想做 但如果她用一個方法 正面 譬如她說 我很喜歡和你一起 你和我一起 我就很開心 我看到你 我就很開心 那麼那個男的 就會比較喜歡 但如果那個男的 就說 你要什麼 你要什麼 女的 你要什麼 即是 她經常都說 我要什麼 男的就不喜歡 她喜歡你 是用愛的表達 欣賞的表達 歡喜的表達 就不喜歡 用要求的表達 這個就是 男女的分別 的而且 男性 沒有那麼大 興趣對這個關係 總之 有一個人在 最好 你很多個小時 都消失的 我需要你的時候出現 其他時間 你可以消失 你可以 沒有出聲 讓我做我想做的事 這個是 一個男女的問題 女性是希望有一個人 一整天都陪著她的 最好 當然 這個不是實際 不用上班 你有很多錢 你每天跟我一起 跟我聊天 有時候 女性會想 只是關係 當然 很多都會很真實 她不會這樣要求 我只是說假設 好了 如果是基督徒 就怎麼樣 就會跟那個女性解釋 你很想關係好 是怎樣的方法最好 怎樣行得通 你越對她欣賞 越喜歡她 越令到她就笑 她就會歡喜 越是說多一點 不要緊要 不受 不受 不受要求 那這個關係會容易 而男性 我又說 你是否喜歡有個太太 那是 不過她不喜歡有個淫沉的太太 但你越不出聲 她就越淫沉 你以為你不出聲 她就不出聲 不是的 因為她裡面的苦氣 就鼓著 就越辛苦 所以你越是回應她 而且你結婚也是尊重她 你不尊重她 你只是想她是一個工具 到時候你出現 煮飯就出現 煮完飯吃完飯 你就會消失 結果她就是一個工具 她是不喜歡的 你越對她好 她就越對你好 你的關係可以享受 她需要明白男女的分別 和這個婚姻的關係 你所說的這對男女 根本她沒有這種的名 她未明白這件事 根本就不會進入 做一個好的關係 她 男女總是說 你都不找我 那我會覺得 很煩 我這麼久才有空 你就立刻要我找你了 我遲了找你 你又立刻發生了 她覺得很大 任何事情都要做 但如果女女是表達 我一見到你找我 我就很開心了 這樣的時候 是不同的感覺 如果兩個人都是信主 我就會在這方面建立 但她又不信主 期望不信主的人身上 得到這種滿足實在很難 為什麼呢 男性在一個不信的人來說 那她有什麼動力 她只是說 我想有個太太 滿足我的要求 即是 基督徒都難於有愛心 基督徒應該有愛心 但是很多人都未必 在結婚的時候 好 我要想著 我對我太太怎樣 對我丈夫怎樣 多數都不可能 多數都是說 我希望我丈夫是怎樣 我希望我太太怎樣 都是要求為多 這樣的時候 當她要求的時候 她一定得不到滿足 而不信者 一個不信的人 只會說 她說我給點愛你 我有空就去陪你 令你開心 她不會有這個意義 所以跟一個不信的人 結婚是有很多問題 也都將來有困難 是很難輔導 即是她不肯聽話 不肯聽 而且始終她因為信仰的問題 就會有衝突 所以我自己覺得 真的寧願不要結婚 因為這樣一個女性 沒有拍拖 沒有結婚 如果接受到婚姻狀況 她暫時是單身 她是比較平安 她一旦有個男朋友 如果男朋友不找她 她就比較辛苦 是很辛苦 寧願沒有 如果沒有的時候 還沒有 那就找朋友聊聊天 即是沒有什麼 但如果有個男朋友 有個丈夫 丈夫又不找自己 又跟自己沒有什麼溝通 她就會覺得 那種失望和痛苦是更加大的 所以我自己就覺得 如果她沒有輔導 這個關係是更痛苦的 是的 所以是一個不真實的期望 一個不真實的期望 其實為什麼這麼多婚姻和戀愛 有這麼多問題呢 就是她不能夠分析她的情況 她只是用她自己的角度 作為女性 很想她跟我溝通 但她明白 根本沒有這麼大的興趣 而且那種情況是越來越差的 當她越磨她 那個男生就開始想分手 她覺得 我和你一起總是要我一點時間 所以在這個情況來說 我覺得是很困難 我自己覺得 不只是難幫 是否應該在一起 在我來說 我根本就不覺得 不應該一起 是的 應該是 應該是 不應該一起 因為根本 那個男性 其實她都沒有什麼愛 她有想好 不過就好像 很簡單 你不要要我做這麼多事情 那種就OK 有時候有些男性是會這樣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情況 要輔導的時候 我們就分析她的狀況 到底是什麼狀況 在這些狀況 根本是很難幫助 那男生呢 她是外國的狀態 都是full sex 都是性 她們沒有什麼 她們會說 很欣賞你 很開心 和你一起 很多男生 很少說 所以她是要幫助去引導她 有輔導和教育的教導比較好 她不只是through sex 其實 我說的是 事實 希望大家不要失望 很多 男性好像對於sex有興趣 你以為她表達愛就是sex 不是的 她的sex只是 使用對方 不一定是愛的表達 男性和女性的關係 可以是很不同的 女性就會傾向於很想這個時刻 她真的專注對著我和我一起 就是愛的感情和表達 男性來說 她想做完就睡覺 心態是不同的 不是說 我現在要表達愛給她 所以我有sex 不是那個心態 有些好的丈夫 她表達愛 可能多些在做家裡的事 太太就欣賞她 男性比較少除非她學了 比較少 表達愛是用 我今天陪你去哪裏 我跟你去哪裏 我跟你去哪裏 我跟你聊天 我聽你說話 很少男性除非她學了之後 她才會有這個意念 多數普通人就會說 譬如做家裡的事 她就覺得是表達愛的 她覺得是 因為我對婚姻 我也委身 所以女性要覺得是 她才能夠覺得是 她要接受 但女性最想的是 她陪著我和我聊天 回應 我關心我 感受我感受 這件事 除非你引渡她 你不引渡她是困難的 怎樣引渡她呢 就是 當我有不開心事 你這樣做 我會最開心的 我會最覺得滿足的 我會最得到安慰的 就是這樣引渡她 她會 她會 可以 學到 而學到的時候 就不用用一個 好像貶低她的方法 是她一做到 立即欣賞她 這種方法 那個丈夫 就會願意做更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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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